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日更频道 我们这一集和大家更新下一些大陆方面的经济资讯 大家都知了,就来叫做毕业季了 2024年,上海市的应届毕业生人数和再创新高 预计是会达到24.5万人 9号时,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联合其他部门举办第一场上海春季就业招聘会 所谓的春招,释出2.3万个职位空缺 有很多应届毕业生求职 2.3万大约是应届毕业生的10% 有很多中国大学生认证 对他们来说,人工要求8千到1万元是普遍期望的人工 有一个求职的学生表示 如果薪水是7-8千,购买房租和餐费几乎所剩无几 所以很多外地学生不会选择留在上海 其实你说现在一个这样的时势 要拿到一个这样的人工 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如果是拿到一个这样的人工 可能已经是要欠崩头的 再加上其实上海 它那个物价或者房租都是高的 始终一线城市 在这里工作的话 如果你是外地过来,除非你找到一些比较便宜租的地方 如果不是生活成本很高 你是要很努力往上爬 爬到一个你不满意的人工 你才叫做能够存到钱 所以很多外地学生就好像上面所说 就说不会选择留在上海就是这个原因 除于人工之外 加班就是中国应届毕业生最关心的问题 有一个参加春招的同学表示 他说自己经历过一个月加班 30-40小时的实习 他甚至乎说 人工你可以低些 但是不想再加班 但是学生都知道 在这个方面自己是没议价权的 你不要说学生 成年人都没议价权 如果你说一个月加班加到40个小时 除26 你一日就加班1.5小时 分分钟你是没加班费 你不要以为有加班费 大陆那些加班是跟你斗内卷 你自愿加班 你不走他不走 总之留到最后一个才走 老闆一问起 随时在那 不过啦 比较在乎人工的学生表示 就说可以接受内卷和加班 只要你人工高些 加班在我接受范围内就可以好了 可以卷的 只要身资和努力成正比就可以了 这个学生都现实的 如果内卷没问题的 加班都没问题 最紧要有钱 如果不是 就是这点钱肯难帮你办事了 出那么少人工又要人跟你卖命 这位学生这位同学就看得透了 其实今年来讲 有新闻出现过的了 就叫他们不好 一美去考研究所 去读碩士 亦都有学生观察到 实习的时候 转正的 都是碩士研究生 甚至乎亦都有新闻说到 说今年开始大学 是不够宿舍 给这些研究生 博士生 和学士生 去住的 那你又看到 现在读书这一样东西 是几热满 大家找不到工作 就要读多次 浪费多几年钱 然后同自己的学历 里历去度金 这一种 是另一个方式的内卷来的 他刚才都讲到 转正的都是碩士生 当然啦 如果我是老板 同样的价钱 可以请碩士 和请学士 那你问我请给人呢 那我当然是请碩士啦 況且现在都难找工作 他要跳槽都不容易 跟着这些同学 亦都讲到 说现在参加实习的 周围都是海归的 或者是985 即重点工程院校的碩士 学历内卷现象依然存在 还有碩士的学历 甚至海外的学历 在好多中国学生眼里面 是必要条件来的 而在这一场招聘会上 很多企业甚至乎 已经释出针对 2025年毕业生的职业空缺 中国角投人力资源服务 有限公司的 上海分公司 营运监 扎明 就鼓励学生应该 尽早开始职业规划 由大二大三 就应该开始考虑 是否喜欢本科系的就业方向 未来发展 如果不喜欢的话 就要思考 是否需要附系 或者投入实习 其实当年读大学的时候 都有听到很多这些所谓的 生涯规划 当时是会信这一套 但现在我认为 生涯规划这一件事 是废话来的 为什么呢 你计划讲得上变化吗 我又问你了 你很喜欢那一行的 你很喜欢那个学科 很喜欢这个科系的 你决定出来一定 无论如何是要做这个工作的 甚至乎人工低一点都肯去的 但你能不能够估得到 你那一行是会被人淘汰 或者已经是变成 夕阳行业 你刚刚毕业出来 你无这样的眼光 你见的小的 你根本不知道 你做的是夕阳行业 对不对 有很多人 不要讲澳门 讲澳门无用的 澳门 你找工 你永远找不到 你自己本科的 澳门只是得赌场工作的 就算香港都好 你读完能不能够 做到自己真是想做的事 不是个个得咯 所以生涯规划有没有用呢 用来哄吓这些毕业生 开多几场讲座 握下时数 就应该得的 实际帮助 不会好大咯 生涯规划 你根本讲不到变化的 譬如啦 你想做A工作的 但家企就安排个B工作给你 然后B工作是稳定的 不会炒你的人工OK的 你会去A或去B呢 还有 有哦 去到某一个岁数 可能跟你大学拍拖的女朋友 跟你说 你搭搭实实 找份什么什么工啦 那我们就结婚生子啦 那你都是唯有屈服的 生涯规划这件事 没用的 我自己反而认为 你趁着在大学的时候 学多些东西 看多些书 累积多些 课本上面没有的知识 那这些知识 反而是有机会帮到你的 如果不是 你所有东西都是 课本上面的知识 为什么 他不找一个 已经读完碩士的 你来入职呢 而且人工一样的咯 又你不要不记得咯 你逗内卷的话 你永远不够人卷的 永远都有人是可以职过你的 那不如你转个方向 学多门守卫咯 再加上 以现在这个时代来说 你一个正正常常的人 有哪个不是大学生啊 现在 即是说现在大学生 这三个字 已经是等于当年的高中毕业了 那石士生 或者博士生 可能等于当年几十年前的大学生 叫好少少 但你学历太高 你也是找不到工作做的 而且还有个问题 你读书 读到这么厉害了 读到博士石士了 但你个年纪应该都不小的 你有没有工作经验啊 如果你没有工作经验的话 你这个学历其实都是等于废的 因为我曾经是见过有些人面试 他读到石士的 我和他聊天 我问他认识些什么 有没有打过工啊 他说他没有打过工啊 我说你认识石士 你应该认识做proposal 或者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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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他有一句带来 不识啊 未做过啊 哇我当场是客一客的 怎有可能啊 石士生哦 你之前的报告就不是proposal 我看完之后 我都不知要和他说些什么 其实最后我结果都是不请咯 所以个人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学多些课外知识 或者学多一门手艺 才叫做可能会令到你更加有竞争力 现在有部分的大学生 他不是想去读这个石士的了 他是向下去读啊 怎样向下去读啊 他读大专 大专技巧那一类 学一门技能 他学完技能之后 就用那个技能去找工作 到要晋升的时候呢 就拿出他的大学毕业证书 那所以这一类情况呢 我觉得比较贴近现实社会 好了那今集呢 同大家看到这里先 大家有什么想讲呢 下面留个言一波 那我们下集再见啦 拜拜